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栋大楼与其他寻常楼房的区别 那就是在这两栋楼的每一层上都种植着许多的绿色植物 远远望去 如果不仔细观察 绝对想象不到 这是居民楼 这两栋楼上总共种植了730棵桥木 5000株灌木 以及1.1万多株其他的草本植物 说是把森林搬进家里一点也不过分了 这两栋大楼的存在不仅有效改善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而且还极大的抵抗住了地中海地区强烈的光照 给楼内居民提供了凉爽舒适的居住环境 生活在这两栋楼里 就算夏天最热的时候都不用太空调 据了解 这两栋楼里的小户型公寓售价约为56万英镑 约合470万元人民币 而观景豪宅则高达170万英镑 约合1400万人民币 相对于我国热潮起来的房价来说 这个价格也算合理了 在我国柳州 又房地产商看中了这一点 打算建一栋同样种满植物的垂直森林城 计划用4万棵树母100万株植物组成 预计每年吸收1万吨二氧化碳和57吨污染物 而它的小户型公寓售价则高达2000万人民币 不少小伙伴表示难以接受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